麒麟的母亲患有肝病 一直拖着没有大前医治 以至于闹到现在已经变成了综合症 体内重要器官萎缩 眼瞅着时日无多 老太太没啥文化 家里也是多灾多难 她临走之前可能也没啥愿望 就想让麒麟结个婚 自己闭眼之前能见到个后人 而她这么做的更深层次原因 麒麟心里也清楚 老太太就是不想让她在自己身上多花钱了 赶紧弄个媳妇 安稳下来 屋内 芊语听完麒麟的话 也没吭声 她也不知道该给对方啥建议 而老猫则是斟酌半赏 问道 就是要找女人 也得有个准备啊 她突然就要儿媳妇 咱上哪找去啊 现生都来不及啊 她都联系好了 旁边那个老董媳妇找了个中介 我妈的意思是 让我花钱娶一个 可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呀 这刚被处罚收入减少了不说 以后再后勤啥样还不敢保证 麒麟一脸的愁容 老猫听完麒麟的话沉思半生 买一个也行 别扯的 万一我的处罚很严重 景色待不下去了以后我怎么了 拔衣服肯定达不到 我咋的也得保你在景色干下去 麒麟闻声愣住了 老猫低声问 你给我说句实话 老太太是不是真不行了 不至于只为止 就意味着恶化 多久不好说 那就整个媳妇 你也该娶了 不能一个大男人 天天啥事不干就往家跑啊 有人照应着 你也能好好干活 可我手里 你等会儿啊 老猫扔下一句 转身就冲秦宇喊道 秦宇 你给我出来一趟 老猫 不用 让你等着你就等着 两分钟后 门外 老猫抽着电子烟 低头冲秦宇说道 又有钱吗 秦宇眨巴眨巴眼睛 我 我最多能借他五百 这不够啊 我就这么大能力 老猫抬起头 一字一顿 这钱 麒麟要是暂时还不上 你 圣诞节之前我还你 秦宇有些意外地看着老猫 仔细斟酌了数秒后硬道 我一共就剩一千五了 给你拿一千三 我留二百吃饭 谢了兄弟 哎 我想问一下 秦宇要是还不上我 你拿啥还 我去土炸街卖屁 我也还你 你答应 我不想进了 秦宇崩溃了 就这么决定了 秦宇啊 找着联系吧 我俩凑了凑了给你拿三千五 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秦宇站在破破烂烂的室内 瞪眼看着二人半晌 深深鞠躬 我 我 这钱我肯定还 是的 秦宇不想违背母亲的意思 因为她知道 这可能是老太太最后的冤枉了 下午三点钟 秦宇腰间缠着巨款 与秦宇和老猫 一同坐车离开了松江市区 赶到了北台生活村 车辆穿过 已经风动数年的松江 轮台碾压着哀哀白雪 停在了一处无名土路上 秦宇三人步行三公里 来到了北台村口 打了一个电话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裹着军大衣的 五十多的老娘们 脸蛋子通红的迎过来问道 买人啊 说的这么赤裸 找媳妇 跟我来吧 老娘们儿扔下一句 转身就走 三人跟着他绕过破烂的平房区 走进了一处四处漏风的民房内 老娘们儿拽开铁门 指着屋内地上坐着的 十几个个色的人种说道 那黑的白的全都有 只要钱到位 啥都能谈 秦宇待在门口捂了捂鼻子 齐林 你进屋挑吧 都是有拘留权的吗 老弟 有拘留权的我介绍给你啊 直接土渣街街活不香吗 大姐 挺暖啊 这现如今谁还没点故事 老猫被怼的一句话没有 老娘们儿拍了拍 麒麟肩膀 老弟 没啥不好意思的 买卖嘛 客户第一 你进去挑啊 这有手电筒 那种黑黑的 看不清楚 你照点亮啊 麒麟确实有点 不好意思 站在门口略显拘谨 老猫一脚将麒麟踹进屋内 快点整 天都要黑了 麒麟眨巴眨巴眼睛 脉步走进了室内 另外一头 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扫了一眼 四周后 脉步来到麒麟家窗户后面 轻声喊道 麒麟 麒麟 在下吗 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人影吓了一跳 低头拽出衣服里 抿着的大喷子 回头扫了一眼 才发现 旁边 只是有人路过而已 人影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 再次往麒麟屋内扫了一眼 见到没有人后 才皱着眉头离去